大家好,我是Windows 10 1909功能影片更新的讲师 Jessica 我是Windows 10影片讲师 Kevin 在7月移转到Windows 10后 你是不是还对于Windows 10上面的一些功能上面操作有不熟悉的地方呢? 又或者是你是不是想要知道更多关于Windows 10上面的实用功能 来帮助你提升你的工作效率 那么你就不能错过这支影片 一窥Windows 10如何帮助你打造现代化的高效办公环境 接下来我们会透过一连串的工作情境 来帮助您了解Windows 10的最新功能 Jessica,我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我早上在开会的时候 我的手机同时有好几封简讯传进来 可是我在手机还有电脑切换上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操作的 而重点是假如我在会议的时候 还用手机去回简讯 其实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 Kevin你知道现在在Windows 10上面呢 你可以让你的电脑和你的手机保持连接 如此一来你就可以直接的在电脑上面进行手机简讯的回复 以及拨打电话的功能 你甚至还可以把手机上面的照片传输到电脑上面来 那如果说你在手机上面有检视任何的文章或是网站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电脑上面来 在大萤幕上去进行编辑还有检视 现在就让你的手机和你的电脑保持连接 提升你的工作效率吧 诶 Kevin你在干嘛啊 因为现在我刚开完会啊 我就像以往一样打开我的Outlook 我现在在新增前我下礼拜要开的会议 所以我就新增一个会议在这 你不知道Windows 10的最新功能 你其实只要在工具列下面的时间跟日期点开后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去新增你的会议了 接着按储存后呢 你点开你的会议 你就可以去根据这个会议进行更多详细资料的编辑 像是这边你可以编辑这场会议的标题 以及它的位置时间 你也可以根据这个会议去进行更多的描述 那在最上面这边呢 你也可以根据这场会议去设定提醒你自己的时间 接着按储存后 所有的详细资料都会被保存在你的时间跟日期里面 那这边呢也会完整的显示所有你的行事里 哇 怎么这么方便的功能啊 那我以后就不用一个一个输入我的Outlook 了 没错 现在就使用Windows 10的最新功能 让Windows 10当你的小秘书吧 嗨 Chusica 就是我刚才开完会 我现在要找会议里面的企划书整个去修改 可是我完全找不到它是放在Line上 还是放在我的Tins上呢 其实在个人办公又或者是和同事协作过程当中 我们会有很多的档案协作或者是共编 但常常档案都散落在各处 然后我们找寻起来是 其实是相当费时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有了Windows 10的档案总管搜寻功能啊 完全可以解除掉这个烦恼 所以我们可以在Windows 10的最下方搜寻的部分 打上所有我们想要寻找的关键字 接着它就会直接的帮我找到所有在这台电脑上面 又或者是我的个人云端储存空间 OneDrive上面的所有的档案以及应用程式 那我就可以很方便 而且很快速的去寻找我想要使用的档案 哇 怎么有这么方便的功能啊 它连云端上面的档案都找得到 那我想必未来就不用花太多时间在找寻档案了 没错 现在就使用Windows 10的档案总管搜寻功能 档案再多再杂也不怕找不到 诶 你怎么印了这么多东西啊 我下午要去客户那边签约这都是合约书的内容呢 你不知道现在用Microsoft Edge也可以直接的在PDF上面进行签名吗 现在只要在Microsoft Edge上面 它可以去打开所有的PDF档案以及网站 那我们就可以非常轻易的直接在上面去进行重点的画记 笔记的筑记以及进行签名 那我们可以直接按下新增笔记的部分 就可以直接在这边进行重点的画记 以及笔记的筑记 那你也可以在这边请客户在这边进行签名 哇 这个功能太方便了 那我之后就可以带着我轻薄的电脑去找我的客户谈合约了呢 没错 现在使用Microsoft Edge 就可以直接让你非常轻松的在PDF 或者是在网页上面进行笔记的筑记 还有重点的画记 也可以直接在上面进行签名哦 哇 你刚才介绍的那个Edge的签名功能好好用哦 可是我想要找它的时候发现我找不到它在我的开始列表上 你可以先到开始列表旁边的搜寻功能先把Microsoft Edge搜寻出来 接着呢你再去开始的列表 把Microsoft Edge盯选到你的开始列表的动态砖里面 那你也可以把其他你在办公的时候很常使用到的工具 全部都放在这个动态砖里 那就是方便你去寻找你很常使用到的工具 那为了方便管理呢你也可以把所有的工 呃相似的工具全部都拖拉到某一个视窗里面 然后去组成一个群组 那么Windows 10的最新功能呢 你把滑鼠移到这个开始的选单 它的导览视窗就会自动的放大 那就更方便你可以去找到需要的功能 哇 那有这个动态砖之后 我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我想用的工具呢 没错 有了动态砖还有导览视窗的自动放大 你可以更便于你去找到你常用的工具 Kevin 怎么在工具列开了这么多的工具啊 这样子办公起来光是切换工具 应该就非常的麻烦吧 对啊 不仅麻烦 而且还会常常开错工具呢 其实现在在Windows 10啊 我们有虚拟桌面的功能 你可以直接的在你的桌面去新增不同的桌面 然后可以在不同的桌面当中去进行很多项的事情 那么虚拟桌面呢 它其实在切换上面也非常的容易 那如果说是习惯用快捷键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按Windows加Ctrl加D 就可以去新增一个虚拟的桌面 那如果要切换它的话呢 一样是按Windows键加Ctrl再加左右按钮 那如果说是习惯直接使用电脑萤幕上面去进行操作的话呢 你可以按搜寻功能旁边的工作检视 就可以直接的让你去进行新增虚拟桌面 以及切换虚拟桌面的功能 那我们现在跳到实际的界面让大家看一下 那如果说是习惯在电脑进行操作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按搜寻功能旁边的工作检视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去新增桌面以及切换桌面 那如果说习惯用快捷键的话呢 我们可以按Windows键加Ctrl再加上左右按钮 就可以直接的让我们切换虚拟桌面 那如果说要新增虚拟桌面呢 我们就可以按Windows键加Ctrl再加D 就可以直接的帮我们新增一个虚拟的桌面 那有这个功能之后我就不怕我乱掉了 我可以透过不同的桌面处理我不同的事情 除此之外啊 在Windows10的最新功能呢 你还可以为你的虚拟桌面命名哦 所以说即使你开了很多个虚拟桌面 你也不会怕会搞混 那么现在就使用虚拟桌面 让你轻松自如的切换办公工具 我发现啊你刚刚在新增虚拟桌面的时候 可以输入表情符号耶 而且还有一个发现 为什么你的游标的大小还有它的颜色 都跟一般的游标不一样呢 其实Windows10里面啊有很多很可爱的小功能 就像是表情符号 还有你可以去调整你游标的大小颜色还有速度 然后更方便的你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去做调整 那么在表情符号的部分呢 你可以直接的按Windows键加句号或是分号 那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叫出表情符号的面板 那在这边你就可以根据 你自己可能输入的讯息啊 或者是email的内容 然后去添增表情的符号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你刚刚问到的 就是关于游标的大小还有颜色部分 其实在Windows10里面呢 你也可以直接去客制化自己使用的游标 以及游标的颜色还有大小 那么它的调整呢 其实可以直接的来到设定 里面的轻松存取 接下来我们点游标跟指标里面 我们这边就可以直接去变更指标的大小 以及它的色彩 那其实这样子的话 就更方便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 他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去做调整 哇 这功能实在太好用了 因为以往啊 我在做简报的时候 常常就是找不到我的游标 那可能经由这个客制化的个人游标之后 我想我再也不会有这个困扰了 没错 而且除了刚刚所说的 可以调整游标的大小跟颜色之外呢 在Windows10的最新功能 你还可以去调整你游标的速度 那你可以直接透过按设定装置 以及滑鼠的部分 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去进行游标速度的设定喔 所以说透过刚刚所说的表情符号 以及游标的调整 都可以让你在使用Windows10上面 去个人化自己的使用习惯 那Kevin其实最后呢 除了你刚刚提到的表情符号 还有游标的大小速度跟颜色之外呢 Windows10里面啊 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选用功能 可以让你添加到你的桌面上面 那可以让使用上面呢 可以更加的便利以及客制化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选用功能这边 再去添加更多的功能进来 那我们一样就是按到设定这边 的应用程式 这边我们可以点取选用功能 所以说在这边如果说你需要新增 什么其他的 语言输入法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去进行新增 哇那假如我今天有学了一个新的语言好了 我假如需要韩文字体 我也可以很快的 从这个新增功能的部分 添加那个键盘到我的桌面来 没错 所以透过新增不同的选用功能啊 可以让你在使用上面更添加丰富性 那这支影片呢介绍了Windows 10的很多 最新而且实用的功能 来帮助你丰富个人化的使用 以及提升工作效率 让你的Windows 10永远是最新版的Windows 打造现代化的高效办公环境 现在就赶紧更新Windows 10吧